10月中旬和11月上旬 做过两期关于日本房市的解读 分别是日本人想住什么房子 和东京对比上海的生活成本如何 在这两条视频有近2000条弹幕评论 对日本房市进行了全方位 多角度多姿势的解读 基本分为几大类 1.我玩过如龙和看过日剧和动漫 你才在东京十年 你懂个屁啊 2.日本房贷利率年化0.3%到0.5% 还他妈零首付 这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 3.房贷比房租还便宜 那银行怎么挣钱 这是资本主义 你忽悠谁呢 4.你聊房子故意不聊房产税 说三井三陵是不是给了你50万日元 还有帮人会直接说 咱抛开事实不聊 你这屁股太歪 所以脑袋不对 在深夜阅读完这些弹幕评论后 我看了看屁股 又摸了摸脑袋 发LINE问了句姑娘 如果只聊事实的话 我屁股和脑袋仔啊 妹子回复如下 天冷 久温 月美 素归 等到闲着时间左右睡不着 起身开着电脑 干脆把大家这些关于日本房市的疑惑 一次性聊完 日本房产持有成本有多少 这个问题是近2000条单目评论里聊的最多的话题 但因为篇幅较长 我就没有在评论里回复 但就是因为没有回复 大家愈演愈烈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以东京为例 目前房产的持有成本主要有两个 房产税 管理修缮费 先说房产税 日本的房产税是通俗的说法 正式的名称是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计划税 两者合称固都税 以东京为例 固定资产税是1.4% 都市计划税是0.3% 两者合计1.7% 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说 我就说吧 万恶的资本主义税收简直丧心病狂 您别急着喷 没说完 首先 它的基准额并不是你的房产交易额 而是政府给您的评估额 日本设有专门的评估机构 并配备不动产的鉴定师 正常的评估额是市场交易价格的20%到30% 而这里还有两个小点需要说明 一 这个评估额是动态变化的 每隔三年 不动产鉴定师会重新评估 通常会稳步下降 二 为什么稳步下降 因为房子是有折旧年限的 按照日本法定的财务折旧层面来看 一户建的折旧年限是22年 也就是说 一户建在22年后 房子在政府的评估中就没有价值了 而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公寓 折旧年限为47年 当然 这里说的价值是指房屋价值 而因为是永久产权的原因 土地是一直有价值的 而在实际市场中 这些超过40年的房子 依旧在市场大范围流通 并且随处可见 这里涉及到日本建筑规范的问题 我以后详细来聊 所以按照这种比例来算的话 根据我们这么多年 在日本做房产的实际经验 需要交的房产税 就是你真实房价交易金额的 0.3%到0.5%之间 至于这个数据是真是假 但凡有在日本生活 持有房产的诸位 应该都能佐证 具体到金额来看 我们还是以之前的新宿 70平米的公寓为例 市场平均价 5700万日元左右 每年需要缴量的房产税 是17万到28万 折合人民币 1.3万到2.4万 这个税贵吗 持有成本高吗 我分两个部分来比 从日本来看 还是以这套公寓为例 大约相当于大半个月的房租 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欢迎诸位去日本最大的 房产交易网站 四某上去查证 如果横向对比其他欧美国家 这属于正常偏低 就算对比中国 以房产税试点重庆为例 目前是0.4%到0.6% 聊完房产税 我们再来聊聊 日本特色的修缮费 管理费 这个与房产税一起 就是日本房屋的持有成本 还是以日本最大的 房产网站四某为例 通常租房需要交管理费 买房则需要交管理费 和修缮费 既然是持有成本 咱们按照钱多的来说 管理修缮费 根据房龄和大小多少 通常在1.5万日元 到4万日元之间 折合人民币 750到2000 很多人会说 资本主义就是草蛋 这钱 比我在国内200平米的 小区物业费都贵 别急着喷 咱来看看 每个月为啥要交这么多钱 这钱是怎么花的 这钱花的值吗 那么接下来 就以我家在新宿区 一套100平米左右的公寓 每个月3万管理费为例 一 首先 日本没有小区概念 移动公寓 大几十户人家 自然需要物业服务 那么公寓内部 会先确定 一涨制加管理组合 一涨是业务自我推荐 然后由大家来投票产生 虽然华人在日本 没有政治选举权 但在公寓里 可以正常的选举和被选举的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就是公寓议长 简而言之 议长就是业主代表 管理组合是物业公司 但这里的物业公司 不同于国内地产上的强制配套 到底是物业服务业主 还是业主听命于物业 这些年 业主和物业的冲突屡见不鲜 当下尤其严重 不多言 而日本属于完全商业行为 我花钱雇你来服务 竞争上岗 不好用就换 二 物业公司常规事项包括 消防设备检查 一年至少两次 给水设备检查 每个月至少一次 储水槽清洗 每年两次 水稻检查 每年两次 污水槽清洗 每年两次 自家用电器设备检查 每月一次 电梯定期检查 每月一次 公共部分定期清扫 每月一次 日常清扫 每周清扫四次 三 我家公寓中 长期事项修缮计划中写道 因为2019年 史上最强的两次台风 不少住户的外壁 出现了雨水进入 和漆面磨损 因此 他们判定 认为有必要进行大规模修缮工事 所以经过全体业主投票 大家一致同意 进行翻新 由于要影响住户 他们聪明的认为 咱干脆一次性弄个大的 顺带进行整栋楼的外壁补修 和重新涂装 屋顶的替换 逃生梯的补修强化涂装 顶楼的防水改造 阳台防水改造 内壁和地面的补修涂装 部分排水管的更新 等等等等 这结尾 管理组和大自骄傲地说道 经过这次修缮 墙壁现象哦 腰功的挺明显 下次保持 四 每一年度议长会和管理公司开大会 主要是审计上一年度的支出明细 下一年度的预算计划 并发放给每个业主告知 由于商业竞争的关系 管理公司通常不是做什么次年计划 计划一做就是十年 极度内卷之下 还有做三十年 五十年的 内容之详细 细节之充沛 简直令人发指 总而言之一句话 您放心住 未来几十年 我帮您规划好了 保证您住的舒服 住的安心 我们家三十年的预估修缮费 在六亿日元 总计六十八户 平均每年二十九万日元 如果我房子出租的话 相当于大半个月的房租 折合人民币1.5万 这里面每笔钱怎么用 用了多少 剩下多少 都有详细的表格明细 而在国内武汉的房子 每个月物业费1.2万 坦白说 我不太知道这钱是咋用的 也似乎没人告诉我 在日本街上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三十年以上的老楼老房子 但从外观上来看 完全看不出这么老的迹象 依旧干净 依旧正洁 综上 我全部按照最大致来算 房产税 算一个月的房租 管理修缮费 算一个月的房租 合计 两个月的房租 这钱多不多 留给评论区来说 第二个评论区的问题就是 日本0.3%到0.5%的房贷 房贷比房租便宜 银行不挣钱吗 你这都是扯淡 逐一回复 一 日本的房贷利率多少 这玩意的网上全是公开资料 我在过往的视频中已经列出了无数资料 您但凡看到国外网站 就可以自己查一查 您要看不了 我也不争了 您对 二 反问一句 房贷比租房便宜不对吗 手套房毫无疑问是刚需 居者有其屋 保证大家能够住上房子 这有啥做错的地方了 这里放张图 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新加坡 加拿大 这些国家的租金回报率 通常都在3%以上 30多年的年租金 可以买套房子 在很多人心中是共识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1%的租售币才是一种非正常现象 三 银行又不是慈善 当然要挣钱 首套房 算居民贷款 算是纳税福利 但后面的二套房 就是正常的商业贷款 通常要去到2%到3%左右 银行可以挣这个钱 割韭菜 也要讲究可持续发展吧 哪有人一上来 一刀就把韭菜直接给刨了的 这里额外补充一句 外国人目前对比日本人最大的劣势就是这个 日本人可以享受超低贷款 零首付 而外国人 通常只能享受商业贷款 也就是2%到3%左右 但如果入籍或者永住后 就能享受日本人同等条件 至于其他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福利政策 日本人和外国人一致 日本天天地震 木头房子 耐震差 国内朋友可能会对地震的认知 和日本人对地震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国内发生过几次非常可怕的大地震 伤亡非常大 再看了看很多关于日本地震的新闻 会误认为 日本天天都在发生这种级别的大地震 而事实上 在日本遇到地震 几乎就是摇一摇而已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很多人没有体验过 对于震级没概念 我在东京将近10年的时间 印象中 没有任何一次超过6级 大多都是3到4级的地震 这种地震是什么体验呢 大概就是椅子摇一下 持续10几秒左右 而又因为日本国土是南北结构 东京几乎不在地震带上 近年的大地震来看 2015年的小丽原大地震 是日本观测史上最大的一次深远地震 规模约8.1级 死亡人数0 2016年 导致熊本大面积受灾的熊本大地震 死亡人数70人左右 2018年 北海道发生的7级地震 是北海道历史上 首次贯测到的强度为7级的地震 人员死亡41人 以上数据均来自于维基百科 诸位随舍查证 说回房市 日本的楼行里 耐震等级分旧耐震和新耐震级别 一般来说 塔楼普遍抗震级别最高 然后是大型公寓之类的 随即便是几十年前的 旧耐震标准的木头房子 2021年2月 新华社报道的福岛大地震为例 震中距离东京仅220公里 最终统计结果是 福岛150人受伤 无人死亡 东京虽震感达到了5级 但无1人受伤 无一处防污倒塌 综上 我是不知道这30年中 东京因为地震导致防污倒塌的 如果有 麻烦诸位指声 这里再说个日本长居人士 都知道的小tip 如果你遇到地震的感受是左右摇晃 那问题不大 正常喝茶就行 但如果你遇到的是地震上下摇晃 那务必小心 这是直下行地震 你有可能就在震中 能往外跑 就尽量往外跑 日本房价跌了30年了 没有前途 关于这个问题呢 咱们直接上图 东京整体房价 已经连涨了10年 而如今的房价收入比 大约在8.5左右 这里的8.5 指一个东京都30岁的男性 平均年薪595万日元来算 8.5年 可以买一套平均 5743万的新宿区70平米的公寓 而上期收到的上海数据是 平均年薪7.8万人民币 在徐汇区买个70平米的公寓 工作大概74年 有人说 那又怎么样 上海还会涨 东京还会跌 那我只有几个问题 如果上海房价还涨 您有信心收入跑过房价吗 如果收入不如房价涨幅 房价收入比还要涨多少 在人均寿命78.2岁的情况下 突破生命长度 如果东京房价收入比降低 您能接受吗 前几个问题留给诸位 最后一个问题 我的答案是 没问题 在房价量涨10年的情况下 房价收入比降低 我真能接受 这篇内容的初衷不是为了说服谁 自打养了猫后我发现 我为了它这么多年 它该给我甩脸子 照样甩 该呼我巴掌 照样呼 我连猫都不能说服 何况说服人了 至于屁股和脑袋这事 做生意 我把情况告诉大家了 是假的 您不用听我呼舟 网上太多公开透明的资料 成年人有自己的判断 哪是我三言两语能改变的 是真的 您感兴趣就听 不感兴趣就关 如果能琢磨下 那才是您自己的东西 好了 在敲完这段内容后 抬头一看 夜色弥漫 天冷 被闻 冷暖 回去躺着了 咱下期见